台北市劃分为12区 总共456个里 257万人 这是行政区域上的划分 今天我们要透过体验 一起到一个平常去不了的地方 坐落在台北市巷弄中的河光里 它并不属于台北市任何一个行政区 而这里是光之所在 我是凯琪 我是子余 你怎么了 最近好累好忙 我天哪头好痛 其实我也是工作做不完的感觉 真的 没关系 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 有可能会让我们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开 说丢掉烦恼 对 这这个吗 是这个咖啡厅吗 这不是咖啡厅 我们先进去再说 真的假的 河光里坐落在中山区的巷弄 这里的里长在国中时期 遭到同校学姐的霸凌而转学 为了保护自己 习得许多不良的嗜好 后来因为一场车祸 家人的关爱换回了他内在的爱与希望 因此找到每个人生命中的光与珍贵的礼物 就是里长的直至 当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 想想你身边还有爱你 就算心里有痛苦 也不要放弃任何希望 要勇敢一点 去尝试这种方法 然后让自己打理好一切 收拾好情绪 整理好心情 继续往前 这个字根据就是最最后一个字去表达 是因为我们想要就是凝聚一个 由家庭为单位的部落 对 可能你在Seven打工 人家给你的就是 谢谢 宅具 发表达同便 然后送餐 然后谢谢你帮我剪好筷子 可能就这样 何光丽不仅是礼仪事业 更关注在生命教育 透过死亡的体验 能够让观众重新体会生命的价值 而这也是何光丽带给里面们的温暖和幸福 希望他有一个努力活下去的机会跟勇气 就是见过死亡不是要让你知道说 我这辈子大概终生无憾了我可以死了 不是我透过死亡是想要让你们知道怎么活 我在便宜馆工作了这十个年头 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的家属在我面前哭到歇斯底里崩溃的在找一个答案 所以当我把自己放到相同的角色的时候 我就在想我还可以替这些家属做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小时候一定有被阿嬷阿公说 如果饭不吃完的话也要下地狱 下地狱 对 下地狱 然后说你饭要吃完 对不对 所以你是因为你不想下地狱 所以你吃完饭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再往前一点推就是 不用想那么远 你只要想到大家最后会待的地方 就是那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里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不用担心吃饭吃不完 你只要担心的是 你躺进去之后不管是谁 你要说的话外面的人听不到 外面的人在哭你也没办法安慰 外面的人也是 这个人只要一躺进去 你想跟他说什么 他也没有办法开门出来回应 就是大家都很公平很平等的 所以不用想着太多 你死掉之后会去哪里 然后才这样安排生活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往前 如果你知道很清楚 这两个躺进去 你躺在这个盒子里 里面都出不来外面都进不去 那这些话为什么不能提早说 既然你会因为不想下地狱而吃完饭 为什么你不会因为想要听到一声回应 或者是想要说一句话而把握时间 就是这个体验最重要的核心 对啊 就是活在当下的感觉 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没有始终 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时间的这个概念 对没有时间的概念 对就是我们只有当下 过去跟未来都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选择一样你们自己想要带着 这又一样吗 只能选一样 不能贪心 不可以贪心 哇 对 都可以拿起来看 那其实平常在体验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会跟体验者说 呃 主要是选择对你来说有象征性 或者是特别意义的 那因为每一样物品对每个人来说意义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都可以拿起来翻翻看看 有没有最多人拿的东西啊 有没有统计过之类的 最多人拿书 真的假的 书跟娃娃 书跟娃娃 对 通常想要拿进去的是想要带走 还是想要在那边不无聊 都有 都有 这个口罩是 是太阳 疫情嘛 防疫 对 口罩咧 要防疫 钥匙 这是哪里的钥匙啊 不可能到天堂还要算数学吧 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 这太难了 这有点像在抓粥耶 是变小朋友 小朋友 还有镜子 镜子也蛮多人选的 要看自己 美不美 对不对 你还是要保持一下这个 贴地图 大家会不会在这里卡很久 就是 啊我怀闹 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尤其是有选择障碍的 摩摩 对 你 来算一下 算一下我现在要 好我已经选好了 这样 你要选大神 对我要选大神 好 我要到那个天堂去当班长 没有啦我要唱歌 那个唱歌 换你了 好难喔 就说他要选择障碍 我超级的 诶 是不是可以连我24小时的 不行 我不要上天堂了 他才很久耶 好那我选时间好 就时钟好 好 你想知道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 就是 什么意思 待会再说 我们要 好 保密 我可以用这个大声的说 告诉大家 我选这个的原因 我等一下这个可以借你 好 好 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咯 带着这个走 对 带着你们的行李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登机室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要面临死亡了吗 准备好 带我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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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我们再进入登机室 我们就要准备买路前 就是金纸 哦 金纸 准备买路前 那我们就要进去咯 好 我们刚刚有拿了两样行李 对不对 拿了什么 时钟 时钟 为什么会想要带时钟 嗯 因为 现在 进入死亡的空间嘛 我就觉得我生前好像 对时间管理比较不好 所以我想要带着 这个东西 就是去到那边 嗯 让我让自己记得 时间管理要做好 这样子 那为什么你想带大声工呢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不想要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带着我的大声工 去天堂唱歌给每个人听 然后再往下唱 唱给那个想念的人 就是 在我们要进入死亡 或者是说像我们在人间 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管是讨厌的 喜欢的想要的 宝贝的 其实都带不走 所以 你们要把它放下 留在人间 嗯 把我放到这个小猪肉里面 嗯 就是要练习放下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被你的父母亲孕育来这个世界上 虽然是受苦受难 就是我们很多人就说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受苦受难 但其实也有许多快乐幸福的事情 但你得把那个开关打开 对 你要接受它 对 你要接受它 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小孩子 尤其在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都受了很多伤 对 然后变成让我们会有一种 你不要抱我 你抱我 我会痛 因为我身上很多伤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保护成一个 另外一种的样子 不去接受任何人的关心跟爱啊 对 我们宁可表现自己是一个很坚强 你可以一个人的样子 爱的表达是一种能力 关于爱有许多不同的故事与情绪 尤其是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 因为经历了越多 伤痛越多 遗憾也越多 爱就更难说出口 每一句我爱你的背后 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然而 一样的是 爱永远是最动人的语言 喂 爸爸 你在干嘛 你干嘛 没有 我吃饭干嘛 我爱你哦 喂 你好 很厉害 好啦 你快吃饭 你在哪里 我在 我在忙 没有啦 对你说一下甜蜜的话 你吓到咯 吓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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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难得 没有吧 还好吧 还好 好啦 你快点吃饭 再见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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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不错 不错 很难 不错 很难 你是老师哦 好啦 好啦 我打给我爸哦 你都太过瘾了 所以你要问他说 我爱你 那你呢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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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背夜 暴 Sword 妈咪在哪啊 게在哪儿 妈咪在哪儿 妈咪在哪儿 哦 妈咪在哪儿 妈咪在哪儿 我就是ing 感受到你們的愛 感受到你們對我的愛 我希望在這個死亡 跟重生的這個交界 辦這個活動 來重整我一下我30年的人生 希望你們繼續愛我 希望你們拖住我 然後希望我不要走 最後呢 在後面的樹下呢 有著一個時光寶盒 裡面有天使留給你的信 請你幫我打開它 好啊 裡面寫了什麼呢 回到人間 把我當下 剛剛先我講得很對 就是我們要重新為 我們的人生排序 就是最重要的一定要 放在最前面先珍惜 那些東西然後可能 有什麼怨恨然後是 哀愁啊之類其實 這些真的是 這些情緒也是帶不走的 他也是我們放到最後面 才會想要在意的事情 真的要好好的把握當下 就是把握每一個 愛你的人跟你愛的人 因為像我朋友 就是他之前 他在過世之前 他就是有打一通 資訊電話 但是我那時候工作超滿 所以我根本沒有回答電話 然後就錯過了那次 的視訊 然後我們再一點 再一點有點恐怖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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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先生拜託我一定要讓你們吃到 他非常感謝你們幾乎的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來 這是我邀請你們今天來 這就是我辦事場活動的目的 讓你們知道 以前的我 是怎麼樣 好的不好的 想跟你們道謝 道歉 道愛 我想要今天就跟你們說 也許是看 也許是聽 也許是感受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們可以 記得我 不要忘記 然後保持練習 這是一個有別於傳統的送行工作 揮別對於死亡的恐懼 將死亡一體融入生活 除了紀念王者 更重要的是 生者在面對有限的生命 也可以事先規劃自己的身後事 你長年應該也是一個很活在當下 我非常活在當下 所以就是我等一下要去哪裡玩 我就飛之類的 對 我常常不見 就是我常常突然從公司不見 然後同事 我去哪裡哪裡了 沒有 我不會講 同事 同事 同事會看到我的地標 老闆怎麼在韓國 哇 即時行樂派的 對 通常活在當下的人 老實說都不會有什麼錢 對 真的不會賺到什麼大錢 不會賺到什麼大錢 因為我們會走火路 我覺得賺了很多錢幹嘛 最後還不是變成 如果賺太多 還變遺產 還會有分配的問題 不如自己花光光 真的 對 我們也算是幾十新樂派 我們也很喜歡去旅遊 對啊 就是把一切花在自己 愛的人 在意的人事物身上 對 我們就像 我舉個例子最簡單的 就是這是我從一個長輩的 經驗分享聽到的 我以前是一個吃中餐的時候 我在想晚餐要吃什麼 吃晚餐的時候 我在想 宵夜要吃什麼 吃早餐的時候 我在想 午餐 對我等一下點心要吃什麼 所以我從來沒有認真吃過一頓飯 上一頓在吃什麼我不知道 下一頓就是 時間到了 我又在想 下一頓 所以我是一個活得很焦慮的人 就是我沒有認真好好的吃過一頓飯 然後這也是我的工作的職業傷害 就是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都在想別的事情 對 然後這個長輩跟我分享說 那麼認真的工作 不就為了糊口飯吃 過想要過的生活 現在給你飯吃你又不好好吃 在這邊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對 所以在何光裡我們還有一個規定是 我們嚴禁手拿著 邊拿著手機 然後邊拿著餐具 這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通病 就是 就是邊話邊吃 他覺得吃飯就是吃飯 對 但是 你桌上的這個便當 經過了多少人的努力 的努力來到你的面前 不是一粒米百粒冬而已 然後你吃的那個 是我有念對嗎 一粒米百粒冬 沒關係我們也聽不太懂 是對的 OK 各位觀眾 所以 所以 一粒米 一粒米百粒冬 就要一個講日文講台語很辛苦 然後 還有你看做 做那個便當盒的人 然後 現在有那麼多快遞 就是外送員等等 就為了送你這個便當 然後你是這樣子 你在吃什麼你根本不知道 我曾經做過一件事情就是 朋友在這樣子吃飯 拍桌子 拍桌子 我不會拍桌子 因為她也沒在看她的飯 我就把衛生紙放她的便當 她把衛生紙吃掉嗎 對她就這樣夾起來 因為你在吃什麼你知道嗎 這跟活著的意義是一樣的 就是 你知道你在過什麼嗎 你在過什麼嗎 對你在過什麼日子你知道嗎 所以 你也學到一招了 所以以後有人 滑手機的時候 就放衛生紙 我不是要你們學這個 我不是要你們學這個 對 可是可以從吃飯這件事情去體驗你 到底有沒有認真的 過你的每一個當下 你認真的吃飯 你會發現飯很好吃 飯很難吃 對 就是你才知道你在吃 總會有一些情緒跟感覺 對 狗都比你認真吃飯了 他吃飯都不會有別的 別的想法 他就是吃飯 對 所以 有時候 很多生活的小細節都可以 讓自己回歸當下 不用覺得一定要 喔我一定要花錢上瑜伽課 冥想什麼什麼的 沒有 你從練習吃飯開始吧 對 從最小的事情 就應該要選擇到 太感動了 今天 其實就算是 吃口飯 也會 也要覺得 你知足滿足 因為真的是很多人 努力 就是為了那一頓飯 對 我覺得活著就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可以呼吸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 就是活著 什麼叫活著 我覺得 對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很難的課題 嗯 你覺得你 身體 生理機能沒有停擺 就叫活著嗎 你覺得 你 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就叫活著嗎 對 什麼樣的方式 是真正活在這個世界裡 然後活得有深度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你不用活得太長 我真的覺得 人不用活得太久 對 但你要活得 精采 你要活得夠 夠深 就像小樹一樣 你不用這樣子 但是你要活得夠深 你要很認真 體悟每一件事情 其實今天來到和光裡啊 我覺得很多事情好像回到人本身的根本 就是可能什麼工作啊 然後學業啊 感情這些東西都是額外的東西 其實我們人本身其實可以呼吸 可以走動 這就是一個奇蹟了 你可以好手好腳沒有手 然後掃一隻手指頭 這就是一個美好的禮物 透過死亡的體驗 讓他們知道你的生命 是多麼的可貴 對 然後 你即便再怎麼討厭你的出生 再怎麼討厭你的家人 就是 如果你躺在裡面 或者是你的家人躺在裡面 你不會後悔 那你就繼續 就是繼續這樣子的想法吧 如果不是的話 只要一個感謝就夠了 就是你媽再怎麼討厭 她在三十年前 為你在那拼死拼搏 就已經足夠無敵了 她一句媽媽她就是無敵 她再怎麼討厭她就是無敵 因為沒有她的那十個月 或者是在產台上的那個拼死拼搏的那個過程 你也沒有機會在這裡抱怨你的出生不好 你的家境不好 你的媽媽討厭 沒錯 今天真的很謝謝里長 跟我們就是這樣分享了很多 感謝你們來吃 你們的體驗完畢 有什麼今天想要及時行樂 及時到來 我們等一下就訂機票 我們一起去韓國玩 好不好 那個手機 好 各位 快點去打電話了 快點去打電話喔 有什麼還沒講的 現在立刻拿起你的手機 快點去打電話 好 何況妳的衛生紙免費喔 真的 以後有人那個門打開 我要衛生紙 很多 一開門就哭了 真的喔 那果物其實說穿的就是遺物 就是其實都是以前的人用過的 然後他們可能現在已經不在了 那看到這個板凳呢 是在傳統的道教儀式裡面會看得到的 就是以前有個很傳統很傳統很傳統的儀式叫做炸鬼 就是油炸壞的鬼 不好的鬼 不好的鬼 要拿去發掉 對對對 就是要把那個鬼拿去炸要懲罰它這樣子 所以這個板凳是真的有炸過的 就是真的 有那個 那個東西 緊銷過的感覺 真的有 有下油鍋炸過的痕跡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從一個很厲害的道師那邊跟它 所以這裡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那個背後的意義 三個行李箱 那這個行李箱呢都是古物 也都是古物 就是有人使用過的 然後也是他們的年代也都已經非常的久遠 那像這個行李箱呢 我們會在有體驗者來做生前告別體驗的時候 就會讓它把人間的行李放在這個行李箱裡面 比如說包包啊手機啊手錶啊這種帶有時間的東西 就是通通放下來 對 就是希望不要帶著時間進去 然後讓它可以好好的感受當下的自己 對 然後我們就會強迫它把東西留在這兒 對 對 就是手機手錶這些都是要需要放下的東西 對 要放下太多東西了 對 沒錯人生 人生可能需要非常多的那個心理箱才可以整 這三卡應該不夠 所以我們帶出來的理念是 就是 就是人 上天堂之後就沒有時間施工這種概念嗎 對 那同時也是希望他們可以 秉除掉這一些外在的因素 然後真的用心去感受自己所有的情緒跟想法 跟自己很內心的東西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現在人有太多外來的因素影響 然後你可能有很多的資訊啊 然後有很多的訊息啊 然後很多的走遭人事物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想法跟情緒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們可以在進來之後放下這些外面的一切 接下來會看到 然後我們剛剛說的要看就是我們空間裡面很特別的一樣東西就是 一樣是一棵樹 然後這棵樹它沒有承載很多靈魂 但是它被放在一個非常特別的容器裡面 對 是那個 對 看得出來它是什麼嗎 看得出來 對 它就是傳統的骨灰罐 對 但是因為骨灰罐 一般人不會想到要把它拿來種化種樹 但是我們其實就是想把它融入在我們的生活 生活當中 對 那其實現在也是在提倡政府的環保障的一個概念 對 那所以其實就是樹要種在土裡面 那我們也其實也是應該要回到土裡面 對 就其實它是蠻種樹的 那上面會看到這個呢 這個白色的這個銅錢 它是首尾錢 就是以前傳統的儀式裡面 就是指書會掛首尾錢在手上 就是代表是王者傳承的那個服器啊 給指封這樣子 我們就用來裝飾 手上的這個 這個在神明的那邊 會是你的電話 傳聲筒 對 那如果說我們是跟祖先 或者是跟王者的話 就會是用兩個十塊錢 對 但我們擺這個的意識 其實並不是說要真的在這裡擺歸 而是我們希望現在的人可以慢慢有意識 就是可以預先去規劃自己的未來 然後避免以後子孫就是在你的臨前一直擺歸 問你吃飽了沒 然後問你錢夠不夠 對那不如就是在我們現在就是 把自己的未來都規劃好 那以後子孫也不用就是為了 就是整天在那邊擺歸 然後煩惱這樣子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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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诈骗喔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已等就对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我是Rima 挫折应该就是我18岁那年车祸 在美国福罗里达被那时候的男朋友 骑着重机 然后骑得非常快 大概有270公里吧 然后也没穿什么装备 然后就车祸 然后全身上下应该有35-40% 灼伤 我那时候躺在加护病房里 以前过不去的事 其实在那上那间就全部let go 你会了解到 其实那些都没有那么重要 我常常会 是不是提醒自己 再多钱 再多名 没有用 You just need to live and be happy 其实我能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我当然也有经历过身边的 认识的人 或者朋友的朋友 有一些 经历过这种问题 其实绕了一圈回来 那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会去运动 我觉得看个人 你会想用什么方式 什么让你最开心 去爬山 去运动 去海边 去游泳 写歌 打叫 任何让你觉得 feel alive的东西 你就去做 或是去旅游 因为我觉得毒品 都是暂时的 暂时的快乐 暂时的everything 剧毒 反毒 你不孤独 让我们一起跟毒品 say no 听说教练被网络诈骗 超惨的耶 是啊 各自都被盗用 还在警察面前 是 方便请问一下 您认识受款人吗 这笔费用是要给 流浪动物基金会的 用来支付猫虹 开刀的费 可是你写的是个人账户 一般捐款的话 都会直接入账到机构单位 这种状况 很有可能是诈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